嘿, 大家好, 欢迎你们在Travity Channel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煮的是南瓜蒸排骨 是很好吃的, 好, 跟着我啦 首先, 要准备材料, 很简单, 皮骨, 蒜头, 豆豉, 南瓜, 豉油, 老抽 首先, 我们要洗干净皮骨, 洗干净, 冲一冲 因为有时候很多骨髓, 重干净之后, 淀干水 我很喜欢, 用柠檬汁, 腌下鱼肉, 等冰淇淋味, 酥味, 更少 然后, 我们准备豆豉, 洗干净豆豉, 蒜肉, 然后, 我们准备, 热油, 然后, 我们淋上去, 蒜头, 等些豆豉和蒜头, 味道呢 可以放一点, 我们在适合, 更香 然后, 我们要喝一茶匙 莫姊, 一茶匙, 醬油 少许老抽 少许盐 少许砂糖 加入胡椒粉 加入鸡粉 搅拌均匀 加入少许生粉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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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好,先放一片 好,准备了一个碟 和南瓜 你们总要怎么切就怎么切 怎么摆就怎么摆 接着呢 我们把皮骨放上去 其实呢,皮骨呢 最好呢,最少要腌三个小时 或者腌过夜都更好些 不过我今天不够时间 腌半个小时而已 好,准备 水 灯水 我们会蒸15分钟 用大火 15分钟之后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的了 如果你们怕不够腌 如果你们怕不够腌 还是可以再烤5分钟 再烤5分钟 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希望你们喜欢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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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